我順便比較一下 就是說其他語言 它的help 我是覺得 help 裡面要做到什麼樣 才符合叫help 就是這個說明文件 比如說我舉那個 vb 的部分來說好了 我覺得如果可以做成像這樣子 就不錯了 比如說它的 它的這個所有的 function 它的函數 那你可以按照 它裡面要的這個 比如說 要轉 這個地方有個 轉換成int 這個 integer 那裡面當然有一些範例 點進去 有沒有 這邊就有一些範例 可以提供使用 好 像這個 這個部分就是 這個vb 的那個help 那你會發現它函數 方法、事件 各個都很清楚 然後 這裡面比如說 要查哪一個部分 直接就點 點了之後 像share 的這個 函數 怎麼去使用 那這邊它當然有一些方法 直接就摳來用就可以了 那當然如果說java也有這種東西 其實就 就更方便了 只是說 有時候這個國情不同 在翻譯上面 或者在做那個help的部分 其實要花很多時間 很多功夫 那要累積這些資源 其實是不容易的 也就是說呢 如果官方沒有提供你這些東西的話 你勢必就是說 你要自己花時間去做這些整理 那你可能你就是要累積你自己的sample 以後呢 針對哪一個 比如說你用過哪一個class裡面 怎麼去使用 你就要自己能夠 看有沒有方法 可以馬上查到這個東西 並且把那個sample拿來 拿來做一些修改 會是比較快的方式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 你重新寫 會比你用改來的 就是寫會自己重新寫會比較慢一點 有的時候你用你舊的sample 而且那些你做過的東西 印象會是更深刻 直接來修改 會快很多啦 就我的這個設計經驗 我會覺得說 馬上看一個sample 其實就可以很直覺的知道說怎麼寫 那這部分的話呢 是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那接下來呢 這邊有一個練習題 就是我們前面做過的 那前面有提到有一個 就是有關於那個 供應數有沒有 最大供應數 那假如說今天給各位一個題目 這個地方就是 也是常常常被拿來做練習的 就是說呢 直數 直數 各位知道直數的定義嗎 這個應該也是 小6嗎 還是 應該是 就是應該是 大概小6或者是國1 那個階段 那所謂直數呢 其實就是除了1和本身以外 不能被其他數整除的 這個數字就是直數 那哪些是直數呢 比如說我今天 我自信 我自信 隨便輸入一個 13是不是直數 是 什麼不是直數 什麼不是直數 可是你今天 這個邏輯概念 怎麼樣把它變成Java的程式 這個就是一個關鍵 這個就是一個關鍵 你怎麼樣把一個邏輯 變成一個程式 Java的程式 那這部分呢 當然首先呢 我們要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要提到的就是說 這部分呢 給各位示範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必須有一個 input的介面 當然我們用的是這個 Swing的底下有一個J Option Pen 這個class 那前面用的蠻多的 就可以讓User去輸入 輸入之後 這前面其實也都用到了 那它輸入之後 它是一個String 所以呢 我們再把這個String 把它轉 轉換成什麼呢 轉換成一個 那個Integer 那Integer轉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建立一個Bulling Bulling Bulling前面我們也用過啦 就像那個 我們在判斷那個 熱透的那個球 是不是有重複的時候 我們建立一個Bulling 那Bulling呢 預設值 預設值 我們給它False 也就是它沒有因數 要特別注意喔 這邊 各位有沒有發現 有因數 其實它就是一個變數的名稱 只是說呢 在Java裡面 是允許使用中文的 而且呢 這個範例其實是 從 有一本書叫 中文Java 的範例裡面 參考而來的 那 那一本 參考那一本書裡面呢 全部 通通都用 中文的變數 很有趣 剛開始沒法接受 突然 在那個變數名稱 突然出現 有因數 你還論了一下 這有因數是 不過 我有的時候會 刻意會把它 怎麼樣呢 重構啦 比如說把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它重新命 這個地方可以把它 做一個什麼 重新命名 比如說有因數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把它重構 然後呢 把它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 比如說改成一個B 然後Bulling Enter 它全部 通通都會把它改成B 假設好了 我們宣告成為B 它預設值是False 那怎麼去判斷說 它到底有沒有 這個 能不能被整除啊 那實際上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False回圈 那False回圈呢 就是因為 除了E之外呢 不能被其他數整 所以呢 我們預設 初始值呢 就是從多少 從2開始 E可以不用包括在裡面 因為除了E以外 接下來呢 我們I I這個部分呢 我們跟出入的這個值呢 我們的 就是條件呢 這個條件式裡面 必須跑到什麼呢 必須要大於 小於這個N的時候就執行 那當然大於之後就跳開了 接下來一個一個B嘛 I加加 就是加1 一直加1 那它做什麼呢 去看看它窮於數 余數呢 是不是等於0 如果呢 它求余數 等於0的話呢 如果等於0 那表示說呢 它是 它是什麼呢 它是直數 因為它沒辦法被整除 那如果是 可以被其他數整除的時候 可以整除有沒有 等於處之後呢 那後面呢 我們就直接什麼呢 black 就跳開 因為它確定已經是什麼呢 是一個 處的話就不是直數了 因為它可以被其他數整除吧 所以呢 black 跳開之後呢 接下來 就 這個地方 我們再宣告一個什麼 String 這個String呢 叫做顯示自串的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 當然你這邊看起來有點怪 有沒有顯示 那這邊當然你可以 我把它重構一下好了 比如說把它改成叫S好了 我們這一個String 然後呢 它 這個地方呢 已經重複了 沒有關係 再 再改 不行 不行 我把它改錯Z 好 這裡 再一次 叫S2好了 好 假設說S2 好 那b if true true的話呢 就是直行 s不是直數 然後else s是直數 最後秀出來 秀出來 特別注意呢 這個地方 假設我要秀出一個 Dialog 就是說呢 一個顯示的對話方塊 不是秀在哪裡 秀在下方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 J Option Pen 裡面 它有個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 秀Message Dialog 它會秀一個視窗 那秀一個視窗 傳送的訊息呢 這個參數 前面你可以先一個諾 我給他 那後面呢 就是你要的 你要傳的訊息 的內容 比如說S等於 這個值 我們傳進來的值 它是不是直數 所以我們秀出來的結果 各位可以看一下 直行 那假設說 我今天給一個 這個值 這個 53好了 53 是不是直數呢 是直數 那就秀出一個訊息 有沒有 這個訊息呢 就是 Show Message Dialog 那至於說 這個 Show Message Dialog 裡面 有什麼樣要注意的事項 等等 你會發現 我油表點在這裡之後 你會發現 底下通通都出來了 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或者你可以利用 我剛剛 給各位下載的那個 繁體的說明 裡面也可以去找一下 那可以參照使用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 把這個程式裡面 所有你可能 會有疑問的部分呢 徹底的了解 那這樣子寫作 起來會更得心應手 也比較不容易 出什麼樣的問題 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試試看 System Exist System Exist System Exist 就是你跳開這個 這個程 那你不執勤也沒關係 一般我們 我們一般是沒有去做這一行 就是把系統跳開 系統跳開 但跳開其實 你要不要跳開 在這邊呢不影響 比如說呢 我直接按確定之後 我沒有這一行 其實也沒有關係 這一行存不存在呢 並不影響結果 只是說呢 一般習慣上 有的時候會 習慣加上一個System 把系統跳開的意思 那不過呢 城市 執行到這裡 其實也是鏡頭 鏡頭那也 自動就跳開了 所以我們這一行 其實 對於城市呢 影響並不大 並不大 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試試看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思考一下 其實我是覺得你們 可以自己重新思考 也不見得一定要完完全全 照我上面所寫的方式 就像說 昨天晚上我上去看了一下論壇 有同學就把那個 樂透那個城市 又稍微改寫了一下 並且把它PO上去 然後 就是 又稍微改了 改成自己的邏輯 來撰寫 那這樣實際上 會更好 把畫面呢 還給各位一下